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十九 新冠肺炎 疫情持续延烧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拓 十五日公布新增六例境外移入病例案五十四至五十九 其中案五十九为北部十多岁男性 一月与家人同游希腊 三月五日返台 十二日出现喉咙痛情形 十三日因咳嗽 流鼻水及头痛等症状就医 在十五日确诊 对此 有医师呼吁事情已经发生 不要仇恨与对立 不要肉搜 武汉肺炎台湾确诊死亡人数目前累计五十九名确诊 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提供 急诊医师田之学金十六天在脸书布农Duck田之学发文写道 事情已经发生 不要仇恨与对立 不要肉搜 他说前几天还觉得其他国家不断在宣布大量停课消息 离我们很遥远 昨天就真的第一个在学高中生确诊 他提到接下来的一条很重要 高中含以下一位师生确诊停班 二位师生确诊停校 该乡镇市区三分之一学校停课 全乡镇市区停课 所以 一 全球都是疫区 只要有出国就有感染风险 二 家人虽然不是学生本身 有出国回国同住的学生 应该格外小心接触使这块 或就跟家人一起居家隔离 三 有旅游史的学生确确实做好居家隔离 四 不是只有发烧 只要有感冒呼吸道症状 非过敏导致 先暂时待在家里了 田之学医师也自曝 他的儿子很爱玩 原本这学期想要振作一下他的学业成绩的疫情当前 我们课业就尽量救好了 继续玩好了 快乐玩耍运动也是增强免疫力的好方法 锦浩各大学校辛苦了 锦浩谢谢你